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今天我要說的是 一些我聽回來的真人真事 都是被鬼騷擾、鬼證故 有人從此不敢一個人住酒店 有人甚至連家都不敢回 而我們故事的主角 是一位退休的護員 以下是他的自術 救護員年輕的時候 住手在機場消防局裡的救護站 消防員和救護員一般都是分開工作 分開休息 但因為機場消防局很小 被救護員休息的地方有限 所以經常都會在一起 那晚很冷 但幾個救護員決定不在休息室裡 免得被外出的消防員 局裡有一間很緊的健身室 四面都是玻璃 中間放了一些健身器材 在烏克的石屎地很冷 他們撿了一些紙皮 鋪在地上 坐在這裡聊天 過了一陣 看一看手錶 還有幾個小時才天亮 又沒有排鑑的任務 所以他們三個決定 合一陣 就是這樣 躺在地上 故事主角躺在座裡 旁邊就是一塊鏡 那裡很黑 緊急照明紅色的光線 反映在鏡上 有一點點刺眼 但唯有張就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 主角半睡半醒 轉身面向鏡 突然 他感覺到 有些東西動 本能反應 他想再看清楚些 就擦開眼 怎知道 馬上嚇醒 鏡裏面出現了一個 穿著白色衣的女鬼 正確地說 她身上 披著了一塊白色布 長到落腳 那個女鬼 留很長的頭髮 長到可以到腰 同場兩位救護員 一早已經睡到 扯曬避寒 根本 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她在門口 慢慢地飄入健身室 先看一看 像睡在地下的人 最外面那個 側身的面向門口 長犯女鬼 就由頭 開始到腳 空過頭 不停地在地聞 中間 落回了幾次 愈聞 愈享受 之後 他再重施顧忌 向中間那個 埋手 又是一樣 由頭 聞到落腳 第二位同事 原先打鼻寒 打得最大聲 但當那個女鬼 聞的時候 他一點聲 都沒有 好像死了 那樣 最裡面的救護員 怕得震 在鏡子裡 看得眼睛睛 他跟自己說 不要讓他發現我看到 一如就裝睡吧 但是 自己又該死 時不時 偷偷裝下他在做什麼 終於 輪到他了 女鬼 慢慢地飄去他的頭頂 然後 把頭 貼住他的臉 那個護員 驚到 整個人僵硬了 不知道 是自己問題 還是 那個女鬼搞事 但 那個女鬼 竟然沒有聞到他 只是慢慢地 貼到耳朵邊 很小聲 很小聲 慢慢地說 明天 輪到你了 那個護員 聽完之後 根本動不到 彷彿 對外面的世界 沒有了反應 過了一陣 他先呼吸力氣 坐起來 看到那個女鬼的身影 慢慢地飄出去 到第二天 他根本 不敢跟另外兩個人說 也不敢再在夜晚 在同一個地方 寧願 整晚坐在車上 開著眼 裝精神 各位 除了這位救護員 其實世界上 還有很多遇到被零騷擾的人 發生在不同的地方 另一位 是T女士 在酒店房 遇到的鬼騷擾 當日 她參加了一個商務會議 晚上 入住主辦方提供的房間 她住了之後 總是覺得 心水不靈 經常認住不妥 但是 又說不出為什麼 房間裡 有一個衣櫃 正對著床 櫃門總是關不上 有一條很大的縫 話說 她在晚上大約三點鐘 T女 突然感覺到 有人 看著她 在黑暗中 有一雙大眼睛 每兩三秒 就眨一次眼 但是 從來都沒有動靜 她想起來 但是 手腳都麻痺了 用不到力 掙扎了一陣 T女 才勉強站起來 用了分幾鐘的時間 才走到 五尺外的衣櫃 小心地打開她 才發現 那對紅色的眼睛 在衣櫃裡面 正正地看著自己 當晚 T女 嚇勻了 醒來的時候 才知道 自己去了醫院 第二位 是個男人W 她去到中國廣西某個小城市 參加直銷大會 在酒店那裡睡了晚 睡到半夜 突然 聽到廁所水龍頭 有開水聲 又生 又開 又生 她下意識 以為是水龍頭壞了 朦朦間 又不想起來 索性繼續大教訓 誰知道 過了一陣 水龍頭 突然 換了花灑聲 而且 維持著一直噴水 中間 還隱約夾雜把女聲 在那裡 嘰嘰嘰嘰 和其他人 她その後 突然醒醒醒 想起來 去看 慢慢走到浴室 打開門 摸掐燈 在熱水的水蒸氣之間 她竟然發現 在淋浴間 站在這個女鬼 沒有穿衣 有頭髮 但她無法看見面 他今次沒有嚇到,而是嚇到語無倫次了兩天 第三位是個中年大肚腩男人W 他和朋友喝酒到後半夜,回到酒店床已經是早上四點多 但他說自己一直沒有醉,仍然非常清醒 還通了回了幾個電郵才去睡 他記得只是睡了大約半小時 身體就突然動淡不得 簡直是被鬼窄 腦仍然可以運作,知道發生什麼事 眼睛都可以運作如常 周圍看,只是個人動不了 這個時候,突然有種用眼閉刮牆聲 刺耳爆 維持了大約幾分鐘 W 掙扎想走,用盡狗牛二虎之力 才起到一半身 剛好就見到床尾,有對很瘦的手 長指甲,握住床邊 不斷用力地握住 整個床尾,直接套進去 W 整個人嚇到叫了出來 還滾到床,在地上滾了幾個圈 大件事了 這下,她才看得清楚 是個沒有下半身的人 穿著白色的衣服 同樣是個肥佬 還看著她不斷笑 輪到第四位 V 小姐 雖然這件事已經是幾年前 但她跟我說的時候 個人仍然害怕得很不自在 話說她參加一個外國的網上課程 最後要去到國外實習 課程安排和另一位同學 一起住酒店 但因為對方臨時休息來不到 所以就只有V 小姐一個 入住酒店走廊的尾房 晚上聽完講座 她自己回房 開門的時候 聽到一陣音樂聲 她自己描述 是音樂盒的聲 音色很清脆 很清晰 完全是那種上鏈的音樂盒 大概十秒鐘左右 音樂突然停了 房間就再沒有其他聲 V 小姐明明記得自己房間沒有音響 那聲音又怎麼來呢 不過她平時夠大膽 繼續走進去 正當她想插卡開燈的時候 突然一把小女兒的聲 跟她說話 聲音很尖 還很生氣 不斷說 不要開燈啊 叫你不要開燈啊 重覆了兩次 她嚇到 當時站在門口不懂得反應 跟我說 嚇到賴了啊 之後 她慢慢轉身走 後面又響起音樂盒聲 中間還夾雜了些小女聲 我們下回繼續